啊 新版本就要送这把枪的传说皮 这不是前几天要送永久传说皮吗 因为穿越那个时候有点忙 没有仔细看送的是谁的传说皮 结果啊 结果你们一个个都催梗说让我做 ic80 第一反应是不是这把枪加强了 新赛季直接变异了 结果一看 哦 原来送的传说皮就是ic80了 本来穿越是想先做完冲锋枪这一系列再做机枪呢 但谁叫我是个重粉主播呢 大家想看我也是必须给大家安排 但是你们呢 每次看我视频都不点赞 不投币 不关注 我已经受够这样的日子了 你们要是再这样 就别逼我会求你忙 那咱们今天给大家测评的相线就是精机枪 sa80 哎 在你们的眼里 机枪是不是在实验中有着超多子弹进行火力压制啊 但是今天给大家介绍就把机枪绝对能刷新你对机枪的认知啊 在机枪拥有着65发 100发 甚至无限子弹的时代 而sa80居然又有着高达30发的弹量 不愧是机枪啊 而且他的配件最多运气他装60发都赶不上别人不装弹甲的弹量 除了开进速度和伤害能像机枪 其他属性真就像一把步枪啊 不过好在再一次版本更新中 官方增强这把枪可以实现三枪倒了 但是把枪打法却不能按照普通机枪来玩了 因为这把枪续航低的原因 我个人推荐把它当个步枪来玩 由于机枪本身的机动性太慢而精准都很高 所以我建议可以带几个机动性的配件 而且呢 还要保持其三枪脑的最大优势 所以我是这么配 给大家防守方速攻 一切都是为了观看效果啊 大家排位千万比跟我一样啊 基本咱们准备速攻黄香 不过很大概率会被抽掉 不过我白给的录像肯定不会给你们看的 直接来看强度 三千秒的架黄香的铁 结果雕像又来一个 我直接化成东山小红爱跑刀拿下这个人啊 然后又被去老师傅臣 展示什么叫恐怖定位 无人拿起开 五杀 唾手可得 我的五杀呀 这一波来到山顶别墅 来看看属于SA80的强度 因为没人看一大 所以我们赶紧去支援 接下来给大家沉浸式地感受一下SA80的恐怖爆发 有没有人不态闹 但仍然均匀 太多了 你老是无的吗? 对于我所有的 在这浅运气 吹气 鸤 那里放进去 把车带走 剃票 跳舞 跳舞 继续 对方 六频 人物 来 我们在干什么 我们在乱戴 青年 我们在玩 吃了我们 吃了 我们到来 去 我们在乱戴 这边 吃了 我们在乱戴 吃了 我们的手 吃了 我们在乱戴 头去 我们都在乱戴 我们的头发 尽管 火箭 你的名 sont 你的名ção 采p我 erin 山 山